首先给各位看一下我做的大数据中心 我是使用Office 365来制作 登入我的Power BI 因为这是一个付费版的软体 Power BI Pro 那跟你们现在所使用的Power BI Desktop 有什么差别呢 单机版不用钱 单机版不用钱 那什么要钱 只要你想要跟别人共用 这一个 这一个 如果你今天呢 你想要把你的一些 就是 就是做好的资料 跟别人分享 跟你的老板分享 跟你的同事分享 或者是你们是一个team 你们要把档案放在一个指定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用花钱的方式来解决 那Power BI Pro 它这个版本费用多贵呢 一个月10块美金 10块美金 这大概是我目前知道最便宜的一个方式 提供给你参考 那个taperal 你们可能就不用去理解了 那个非常比现在我现在所讲的这种方式贵多了 因为这个方式是我现在自己在支付 你看我针对我所做过的这两年 我做的一些大数据的分析 我把它区分为交通 跟医学 甚至还有环境 还有最近很热门的什么 那个要不要吃瘦肉精的那个莱猪 莱牛的一些问题 还有商业智慧 商业智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商业智慧 我想跟你们会比较有关系 举例来说 在这家公司 他年关到了 他想要开董事会 他就想要去了解一下 他们公司的一些产品 好那我就帮他去做一些区域分析 在区域分析里面 他总共有10个区域 然后主要他的市场 你要知道这是美金 他的年营业额是这么高 然后接下来 他就要知道说 他的一个就是说 销售的客户在哪里 他的市场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些人 他主要是使用他们公司的什么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 所占的比例 还有成长与否 像在这个地方 他就想要去看 今年跟去年的比较 他就发现说 他在台中彰化 今年就有下跌 然后高频有下跌 这是针对他的区域分析 他拿这一张来去说明给老板看 接下来他就从业务的角色 来去做这些分析 知道说哪几个业务 有在下滑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业务 业绩是在往下掉的 为什么今年要特别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分析 业务分析 甚至还有产品分类分析 主要就是因为在今年 今年2月份有一个疫情的影响 他就想要知道说 到底这家公司经过了这个8个月 因为他是结算到10月底 他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 好 那给各位看 再来看一下 像例如说 我帮台北景运公司做的一个 即时系统 即时系统当然还包含了 很重要的他的一个票 他的当天的印量 还有就是说那些警告警示系统 他要知道当天的印量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想要以前过往都是凭经验 什么时候要调派 例如说 那个要调派几辆车进几辆车出 他以前我们都是靠经验 可是他现在他就希望收集过往的这些调度资料 他知道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那个运量在增加的时候 他的那个几进几出的调派 就要开始一直不断的往上增加 好 所以他必须要先把这些运量的方式来去呈现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是平日星期一到星期五 主要都是在上班下班的时段是尖峰期 那假日呢 假日就是黄色线 假日的黄色线 他其实是刚开始是慢慢逐渐的增加 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才开始往下掉 所以他就没有两个尖峰期 这在那个交通流量上面 他是有一些意义的 你要知道你要克服去单向的尖峰 还是双向的尖峰 双向尖峰 那当那就那就只是要加派 可是有时候是单向的尖峰 觉得说新版耶诞成 是不是到板桥这一站突然会高很多 对不对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还有像这个即时的警告警示 捷衍有非常非常多的系统 那列车在铁轨上面跑 你不能等到真正发生了 故障停在铁轨上 这一件事都不能发生 所以呢 他就只好先算 每一个维修大概会经过多少次的运行之后 他会出现这个故障 他就在他就把它算完之后 然后直接在快到那个点的时候 直接进场维修 好这样的话 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就是捷运停在中间 然后请你下车的经验 好那如果啦 如果是中间中间暂停 好那是有原因的 这个另当别论 我现在是说因为列车故障了 那他就只好真的请你下车 但是基本上应该大家都没有遇过这种情形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像我最近最近在帮那个 在帮卫生局做一个小计划 也是要算行为模式 你看我算的是什么行为模式 等一下我就是要考你 那商业智慧的行为模式 好你看一下我最近 帮卫生局做的一个 小朋友的筛检 小朋友的预防针注射 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有多少小朋友的家长会把小朋友的预防注射 按时间打完 尤其在台北 台北 好因为我现在我这边只有看到台北 好我直接先告诉你答案 你知道哦 这个是两个月出生两个月的时候 零就是没有漏针 没有漏针 1万 1万个人里面没有漏针的人 好 那个还蛮多的 大概99%的人 都会让小朋友在两个月前的注射 他都会完成注射 好 一年后来调查 有没有漏针 因为前面总共要达9针 好 结果在这个地方变成9992 那个一岁没有漏针还达到95.5% 可是可是你要看5岁 5岁 这边零 这边零 因为前面没有漏针 后面这个零才有意义 请问一下这个零剩下多少 1918 这我这边收集的是 1岁到5岁的小朋友 也才12000多个 台北市只剩下12000多个 这样子的小朋友 需要打注射 你看只剩下18.4% 好 那本来我期待希望是说 透过AI人工智慧 帮他算出来 哪些的小朋友 他可能是父母亲会经常遗忘 忘记帮他们去打预防针 我也帮他算出来了 算出来有这几个 有这几个 例如说在这里面 同母性就是单亲家庭 你要知道单亲家庭照顾小朋友 那其实是很花时间的 好 所以有时候因为工作忙忘了 那再来就是不肯留母亲性名的 有一些特殊故事 那我们就不讲 那还有像在这个地方 一刚开始就有漏针 后面会继续漏针下去 这都是他很重要的行为模式 可是当我看到他的行为模式 他这边请问一下 那你觉得呢 只有不到20%的人不会漏针 那干脆全部都通知算了 可以理解吗 因为大部分都是需要关怀的 所以现在人太忙了 真的要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又不是天天打 他是可能时间到了两三个月之后 才去打一次 又要家长又要请假 所以难免会有这种疏忽 就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那重点就是我们要先做拿到资料 我们要先去做资料清理 我把这边信用全部都遮住了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这边的那个出生的日期 然后在2月前没有注射的那4针 总共有多少个人没有打 然后6个月的时候有多少针没打 像这4加5就代表都没打 总共1岁前一定要打完9针 几乎就是在这个地方 两个月如果这4针都没打的人 几乎后面都不打了 那当然这也就是可能要去理解 为什么就是有很多小朋友 其实没有打注射 没有预防注射 健康限制了我的思考 听得懂吗 我不了解说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是算出来之后是要跟他们来去 来去询问的 好那接下来这个行为模式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 来去请你们观看咯 我们刚刚是不是请各位下载下来这个档案 商业智慧20201222.pbix 我其实也都算好我喜欢在课程前我就直接把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全部讲完 商业智慧 商业智慧 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 商业智慧 我没有放上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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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